《分跑吧》是非常有人气和热度的一档综艺节目,在播出之后,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喜爱,如今第九季节目已经官宣了嘉宾阵容,固定成员少了郭麒麟,同时也多了两位老成员回归,只不过目前宋雨琪才刚从国外回来,暂时还无法参加节目的录制,所以,首期节目录制的时候,她就暂时缺席了。 这次《跑男家族》虽然少了一个人,但是,节目邀请的嘉宾阵容还是很强大的,一共邀请了四位嘉宾,他们都是人气很高的明星,从网上曝光的《奔跑吧》《九路透》来看,这一季的节目嘉宾们穿的都是比较休闲的牛仔服,看着帅气又养眼,具体的主题还真是不好猜,不过,有这样强大的固定嘉宾成员,同时,飞行嘉宾阵容也很不错,节目的精彩程度可想而知了。 虽然宋雨琪的缺席,让人觉得有些遗憾,但想到她之后就会回归,网友也觉得有盼头了。 当然了,对于《奔跑吧》上一季节目的固定成员郭麒麟,很多网友仍旧是非常怀念的,不过,大林行程是很的,所以这一季节目没有行程和时间来参加,或者说来担任固定嘉宾。 大部分网友也是可以理解的,只是希望她之后,能作为飞行嘉宾回归。 其实上一期节目,黄旭希和宋雨琪原本就是固定嘉宾,只不过,他们两人因外部环境的原因,无法来参加录制,这次好不容易回归,自然也各家的积极。 邓紫棋和白露之前就已经参加过《奔跑吧》的录制,这一次再次加盟,本身就已经跟卑鄙,蔡徐坤等人很熟悉了,相信他们的到来也会增添更多的精彩。